的较量正式开始了 现在发球的是梅兹战队白子 在画面下方穿红色服装 就在日本全国乒乓球比赛里面 赢得了冠军 在特别是战胜了 最终赢得冠军的林高远 4比0 这个节奏去打 如果波尔的话 就反败为胜了 好球 今年也是被认为天赋极高的一名选手 球感还是略显不足 所以限制了他的发展 施平萨一般就能年轻小将 一看这个波尔 仓王继续拉 太老道了 对 三十六七岁的老将 还有这么快的 但始终呢 所达到的一个高度来讲 比老瓦还差了很多 他拿到六分之后 后面波尔全丢了 特别顺 都不能光是赢的问题 侧身了 这方面侧身的速率 还是显得慢了一些 漂亮 不是很高 所以波尔还能变 有点准备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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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球 将会决定 那你反的之类 忠祝团队要把这个比分扳回来的重阵 我觉得反而变成好球 变成波尔一队 这个刚刚打完亚洲杯 这个状态啊 如此的不好 来自泰国的这个苏塔西尼 完全没有想到 苏塔西尼结束以后 如果问一下佩尔森 今天你这个战队 排在第一的苏塔西尼和排在 站起来为他加油啊 大家非常看重 他能够赢得 两个局分了 是 那么在总的前三轮结束以后 他们落后19个局分啊 对啊 这才捞回来两个 两位左手将 嗯 想变 真是还是挺冤的 嗯 这个发球太诡异了 正拍的将士 好球 哎 什么情况啊 按他的习惯应该是白短 利用白短 这个战队啊 要想获胜的话 难度就极高了 因为这一场呢 但现在时间已经 不太够了 但就看这一场啊 波尔能不能 单场下一个比较好的基础 对 这个 T2平方 24分钟里边 啊 你打得快的话 可以打五局球 打得慢的话 打三局 啊 有些打四局 来 加油 其实 这么多年分析波尔啊 也没有天赋灵感 感觉和老瓦似的 很多时候我感觉波尔动的 偏硬 是差不多大 比王立琴小一点 比王浩大一点 这三大 好好球 嗯 又是一个滚网运气 哦 比他大的波尔还在打吗 真的 都是全情投入了 真的是让水骨笋完全发不上力 那波尔如果打成一个三比一呢 两队的大分 老将啊 女子的方天威 和男子的波尔 是非常油的这种 选手了 老将了 拿下来还得加油啊 现在是落后 快抹快抹 快抖啊 哎呦 哎呦啊 就这一分了 就是这一分了啊 看谁 漂亮 机会来了 侧神猛攻 波尔还是老辣的 对 sam 控制阅读比赛的能力 Prov...